Bulljack Horseman 作品 大家好,欢迎收看 Mootrophy 今天我们要讲的作品是Bulljack Horseman 由于跟障的内容一定会剧透 所以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先回来看这部影片 但在开始之前,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以及如果想做一些实际的支持的话 可以透过右下角的Superfans 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动画讲实,Bulljack Horseman 是一个过气的Sitcoin演员 现在的他没有收入、没有工作 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20年前 拍了一套名为Horseman Around 的Sitcoin 但52岁的他仍然寸积起过去的成功 不断回录之前的节目,而他的家 就住了一个名为Todd的物业游民 亦是他唯一的朋友 第一季讲述,有一天,其他出版社真的问他 究竟何时才写完他的自传? 而在荒废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决定找代笔 而帮他代笔的就是一个貌似正常的人类女性Diane 但他偏偏就是Bulljack的死对头 Mr. Peanutbutter 的女朋友 而Bulljack也不喜欢Mr. Peanutbutter 是因为Mr. Peanutbutter 的那套Sitcoin 其实是抄自己那套 但在Diane帮他写书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慢慢爱上了他 更加一度打算破坏两人的婚礼 但失败了之后,只能够祝福他们 但当Diane写完他的那本 名为One Check Pony 的自传之后 他才知道原来在自己外的人心目中 自己的形象是如此不堪 他一度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但Diane就认为 这样写才能拉近他与大众的距离 不过自尊心强的他 受了一次狠狠地推开身边的人 他一度打算写回自己的自尊 但他还有什么都选择接受自己如此不堪的事实 虽然如此,但他想知道 在Diane心目中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人 但到最后Diane就没有回答他 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他作识变红 更加不知为什么赢得金球奖的最佳男演员 于是他就乘机开拍当年自己一直都很想拍 关于他疑似偶像的电影《Secretariat》 而他在试镜之后,竟然成功奪得这个角色 大概是因为他在荷里活打滚的这么多年以来 经历了不少 到最后,他得到了自己以前一直都很想得到的东西 但仍然而填补不了他内心的空虚 虽然他和Diane一早已经和好,但他们也不肯定 究竟Diane是否喜欢自己 Bulljack Horseman,模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角色 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不断想害身边的人,但同时又想做个好人 于是不断找藉口,等自己好过些 而他身边的人都习惯了他这种性格 例如Tog,他的经理人兼前女友Princess Cali 以及当年他的最好朋友Herb 但这样,不代表他们原谅Bulljack的所作所为 例如Bulljack,为了留Tog在身边 于是就令他重新尋迷游戏 令到他最后没有时间去排练他所创作的摇滚歌劇 最后就导致他失去了一举成名的机会 只能够继续住在Bulljack的家 以及当年的好朋友Herb捡入这个同性丑物时 没有选择站出来为他挽留Porsing Around的编辑一职 因为他想在只有开白的电影《Secretarian》里做主角 但最后,Diane不止拍不射,他更失去了这个朋友 而当他知道Herb有严症时,就丹想探望他 并为当年的事道歉 但Herb就举着原谅他 因为他想Bulljack、内疚一世 为自己的错承担责任 而不是一如以往地透过道歉 得到别人的原谅后,除了令自己好过些 然后继续伤害身边的人 但他的这种性格是源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 他小时候父母关系恶劣 更加不断否定他,导致他性格自卑 于是大过了后就想得到别人的认同 尤其是在他成名后更想得到大众的喜爱 从而颠补他内心或空虚和年的缺失 所以他才一直都这么努力 希望得到身边的人的喜爱 可惜他越是这样做 反而将身边的人推得越远 他一到神似拯救 当年和他一起做节目的同色 Sara,可惜还有Bulljack 不单拯救不了他 还和他一起上座,一起吸毒堕落 他在这种强烈的智慧倾向 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帮到他 但偏偏他就力不从心 永远都走不出这个困局 总括而言,这个动画 和普通的动画不一样 在这部作品里面 大部份的角色都充满着大大小小的问题 而就是这些缺陷 才显得这些角色有血有肉 我们或多或少 都可以在这些角色里面 找到自己的影子 而貌似最正常的Diane 也有他所烦恼的事情 究竟之后 他和Bulljack的感情会何去何重呢? 而Bulljack 究竟会选择自救 还是选择继续堕落下去呢? 那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 以上就是今期 影文减平的内容 如果想看到更多这些留言的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还要follow我的IG 你的支持 绝对是我们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trophy 我们下次再见